早上的8点多 外面像下了雨一样 全是雾水 外面应该是起雾了 还好我昨天把这个给拉起来了 放了一个凳子在外面 不然这里就潮湿了 还好还好啊 西边唯一的不好就是它雾气太大了 起床吧起床了 8点多了 还想晒一下我的电源呢 看来晒不了了 哇太阳出来嘞 马上就出来了 我感觉这个比下雨还要惨啊 你看 全顾都湿了 湿得透透的 衣服啊什么的又 白洗了昨天 终于出太阳了 可以充一下电了 还可以哦 有四五十瓦啊 挺好了 五十一瓦了 还有百分之六十三的电 也就是说还有大概半度多一点的电吧 还有把睡袋啊这些垫子啊全部拿去晒一下 这个先放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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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太阳了 慢慢晒吧也不着急赶路 我先去那个寺庙那边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插电的 如果有的话 那我把我那个拿到那个寺庙里面去冲 那就会更快更快 因为我带了一个是180瓦的 比起现在60瓦70瓦 要至少要快好几倍了 去看一下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边它是有电的 你看正好我双冲都可以用得到 不过好像不太够长 刚刚好 现在是130多瓦 现在双冲了 你看 达到180瓦了 200多瓦了 这个现在很快很快就能充满了 两个筒子在冲 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 210瓦了 210瓦了 太棒了 这比我在外面 晒那个50瓦 60瓦 那要快多少倍啊 4倍了 好了 好了 现在把这一块收起来 这块就暂时不要了 这边时不时的还是有人在这边散步了 都是些上了年纪的 移动电源充满了 然后所有的装备也干了 也收拾完了 这个里面啊 它就是广东第一峰的那个旅游景区啊 到里面的话好像还要十公里左右 其实你要想看到好的那种风景啊 你就得花五十块钱门票进去看 我感觉就这样吧 都差不多 你看自然风景多好 那这个里面我就不进去了 到前面那个一个箱吧 叫什么瑶族乡的 平架瑶族乡的 去弄点吃的 然后再接着欣赏沿途的这种自然风景吧 前面呢就是平架乡了 应该是一个旅游小乡镇 扇美康桥 瑶族特色的这种 长廊亭啊 应该叫做风雨桥吧 好漂亮啊 你看这样的自然风光不好吗 这个箱啊我感觉比之前的两个镇子都要大呀 就是东平镇还有一个叫什么茶什么小镇我又忘了 反正比那两两个镇加起来都要大 看看有什么吃的好像都是饭店之类的 找个苍蝇小馆就行 这绝对是一个镇子的规模啊 它现在居然是个箱 刚刚看到好像有烫粉的 炒粉有吗 有 好 那就来个炒的河粉吧 炒河粉 炒河粉 牛腩炒吧 牛腩炒吧用啊 再加点猪肉啊 蛋 感觉这一个不够饱啊 又要了一个云腿 刚刚看了一下 大概还有100多公里吧 就到那个湖南街了 这个美食啊 确实在这种很小很小的这种 苍蝇小馆啊 刚刚在那个吃的价格也便宜吧 然后重要的是味道也好啊 看看啊 这种自然风景才叫美嘛 自然美什么叫大自然 这就是大自然的美 散美游乡 天南峡谷 康阳五乡 这个说的好 太漂亮了 好像有别人 她已经在这种时代了 我只是在说 我们还是在美妙 看上那个 能不能 再能吃 来一次 这间 很小的 对 找人 看上 俩 我 就 广东霞天下 上面那个应该是网红的那种桥吧 应该是玻璃展道 这里好像是没有人看管的 这里本来应该进来它是要收费的 你看我现在免费的就进来了 确实啊 这个收费的比免费的确实要漂亮很多很多 你看 小桥流水 你看 诗情画意啊 确实是比较壮观啊 你看 这个风呢叫缥缈峰哦 没错 上面就是玻璃展道 好了 里面也就不进去看了 就这样简单的看一下吧 这个景区好像是免费的 这有卖柚子的 这柚子怎么卖的 这个大一点15块 15块 15块一个是吧 15块一个 那大的来一个吧 这个叫什么柚子 沙田柚 沙田柚是吧 哦可以可以 来一个来一个 来一个 嗯 沙田柚好像有清梳过 嗯 可以了哦 嗯 沙田柚 我发现啊 这一路好多那种种柚子的 你看 像那个全部都是那个柚子素 好多都要卖的 全部都是 还有芋头你看 这种芋头和利谱芋头 是差不多一样的 味道 还蛮红薯的 你看 你看这边全是种那个柚子的 刚刚看了你看 这个小的 桂花树 好香啊 你看全是那个柚子素 沙田柚 我是听说过 吃是没吃过 这个样子是 有点像丑菊一样的 味道不知道怎么样 有点像那个人参果一样 你看 这边也是啊 看来确实是到了沙田柚的那个产地了 这些都没有我刚刚买的那个颜色好看啊 这里呢是领贝的一个镇子 领贝镇 然后这边是领贝的市场 菜市场买了点猪肉丸和猪肉 再补了一点水啊 看看有没有公共厕所去接点水 一山国道 他那个大货车就开始多起来了 这边是三二三国道 欢迎再来阳山 好的 阳山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联州西江镇 欢迎您 现在是下午时间五点钟了 刚刚我在路上看到这样的废弃房子 有大概三处吧 连这处在内大概是第四处了 所以不能再往前面走了 五点多了 太阳也下山了 我刚刚大概大致的看了一下 这个房间是可以住的 这间是最干净的 看看 但是啊 就是这个地方离那个国道有点近啊 有点吵 他还有点那个回音啊 比较吵 这里应该是一个修车的吧 你看 修车的地方吧 都是那个 轮廓油啊 什么的 这间就比较杂乱了 哇 这都有人炸街啊 然后最安静的就是这一间了 这个房间回音比较少 就是有点脏 我有扫把的话就住这边比较好 硬核就住这边 很干净了这边 然后那个里面呢 我看了一家 他有一个好像是刘洋范还是谁 在这住过的 这个看的挺干净的 可能有人在这边住哦 希望今天晚上不要来啊 也有可能会来 你看 这看的因为看的很干净 很干净 可能他晚上会来这边睡 算了就不找了 就住这吧 对这边里面不干净 楼上呢 是一个平顶房啊 行吧 那我就把车子拍到这个里面来了 然后就搭外面 外面干净一点 草丝确实是吵了一点 然后他那边有个伪装的那个监控哦 这边都能拍得到的 所以呢 安全性是大大的提升哦 只要有人从这边过来 都是能看得到的 这个房子好像是今年才搬掉的 你看还写的那个日期呢 4月5月1号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骑友啊 或者是摩友啊 在这边录影过的 好了 站档搭起来了 唯一的不好就是大火车太多了 希望晚上大火车稍微少一点点吧 他们应该也要睡觉啊 总共24小时在这开对不对 5点40分了 再过大概20分就飞了 天黑了 把灯点起来 先来蒸个窑族的这个瓷巴 这个是在厕所打的那个自来水哦 先来蒸个窑族的这个瓷巴 它这个有三种颜色哦 嗯 有那个 这种是灰色的 还有一种是黄色的 还有一种呢 是白色的 白色的比例是淡的 我没买啊 之前买过 它这个 我觉得和我老家的那个水磨碾钩差不多一样了 我感觉四块就差不多够了 今天啊我其实本来就想弄一个肉丝炒这个土豆的那个这个汤啊 然后今天路过菜市场买肉的时候 我一直都看到这个猪肉丸 而且他们现做的那个猪肉丸 然后我就买了10块钱的猪肉丸 买了的时候还是热的 刚刚做的第一次碰到刚刚做的就是热 这里可能也就十几个网 好了那个瓷巴真熟了 放在这应该没事 把这个也准一下应该很快 来点油 我发现这个葵花子的油特别的香 然后把这个猪油给它打一 做油煎出来之后加入这个蒜和姜 我感觉这个蒜整个吃才过瘾啊 然后呢加入这个腌制过的猪肉 然后呢加入这个腌制过的猪肉 然后加入这个腌制过的猪肉 然后加入洋葱 然后加入羊羌 然后加入洋葱 和稀 ale盐 这边很多人加入洋葱 1分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再来点水 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 一句两句了 好了这个也开了 加点他们这边的蒜蓉 这个超香的 留一点吧 然后再来点酱油 上一下色 再来点盐 好了这样一波 这个怎么怎么说呢 猪肉丸肉丝 然后土豆汤呢 还是土豆羹 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叫 太快了 先来尝一下他们这边的这个池包 瑶族的池包 味道怎么样 这个没有之前那个好吃 这个味道 还是蘸的 不是甜的 很普通很普通 而且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咸的 嗯 还是这个好吃 这个和我们宁波的那边的那个池包 我感觉还是把这个烤在碗里面好 喝起来比较过瘾 好 好了现在全部倒在这个碗里面了 这样吃比较过瘾了 让它再冷一会儿就更过瘾了 就这样滋了滋的就往嘴巴里面倒 我感觉比在清远那边买的还要好吃哦 因为它是现做的 味道觉得好 这边现在还是属于清远啊 清远的莲州市 然后大家还有四个多公里吧 就到湖南界了 明天肯定能到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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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